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两位运动员的准备状态如何 好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河南队的田长青 田长青今天看上去似乎非常轻松 也许刚刚上关的这场胜利对他来说也是意味着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其实所有支持河南队的朋友都希望在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 能够看到长青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好 长青实际上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他从事专业训练的有六年的时间 好 我们再把镜头切向黑方广东队的吴昊 我们来看看吴昊 吴昊现在显得非常平静 要知道他今天是第一次出战我们的CK 那么这位运动员呢 今天的这场是否能够打出一个漂亮的成绩 对他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那现在我们从画面上看上去呢 小伙子也是撞得非常不错 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从事专业训练有四年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两位运动员 首先有请河南队的田长青 好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上黑方广东队的运动员 河南队的运动员 我们一起有请场才杜建军国际级 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们在前面的三场对决当中 广东队是2比1暂时领先于河南队 这场比赛河南队田长青对阵广东队的五号 五号应该说是一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 这场比赛是他首次参加CK的比赛 田长青在经验上显然要比对手要功夫的多 而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呢 在比赛当中也会有优势 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体能 再有一段秒在比赛当中 这种复生运动员比赛的技术 干劲也会让他在比赛当中有一些优势 所以双方认为 不是很清楚对手的狀況 双方还听说一僵手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应该说力量上的 还是赚了一阵的便宜 但是举起对方之后 这次摔法还是由于自己经验上不丰富造成的 这次也是先后倒地 前后倒地也是不得分的 我们无数三打的比赛一定要将对手摔倒 而自己站立在拳台上 这样呢才能够得到一分 漂亮 高边腿 击中胳膊一带还是不得分的 我们也要有效地击中对方躯干和大腿和头部的主要 我们看来 这广东队的吴浩是用高边腿 去杀伤性的高边腿 终于第二次对方摔倒了 虽然很年轻 但是在比赛当中 这种敢打敢进的精神 可以再次 就是说田长青不能放松 对 一定要紧张起来 吴浩呢 获得了2008听说青少年75公斤级的第二名 也是一名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 这段时间逐渐打开了 摔法是他的优势 面对对方这样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 田长青呢 在比赛当中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还是被对手连续的另两次摔法 得到两分 我想第一回合 如果说是在斯坦对手 获勤对手的动作的话 第二回合能对于河南的田长青的话 我想他的战术将会有重大的改变 所以在第一回合呢 处于被动的局面 那么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就一定要求变 看到了尽管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 输掉的输掉了 但是河南队的王伟 现在还是一直在给田长青 讲解一些战术 王伟呢 整个河南队 目前这五名选手当中 最具有实力的一名选手之一 相比要来说 现在反映了吴昊的力量 要强于对方 对 高边腿提供了对方的头部 我们要知道 广东队派出的这名吴昊 取代的是怎样的一名选手 他取代的是 这支队伍当中最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那就是天保富 因此呢 广东队敢于派出这样的一名小将 出战我们的CK 中国武术三打超级联赛 也是有他的道理 确实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按我们这个中超三打比赛的规定呢 是每个级别可以抱两名运动员 互相可以踢换 现在天长青一定要改变打法 对方的摔法非常具有威胁 没有比604低边腿得分 踢腿 按道理说 如果说我们说把节奏放慢了这样去打 对天长青这样有经验的运动员 是应该够有力的 那么现在看来说 在这个节奏当中 那么五号可能发挥的更好一些 好的 这个机会抓得很好 一个踹腿击中了躯干部位 我们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可能就能够扭转这样一个局势 然后还要利用这样的下弦的筛法 但是没有能够横攻 这个筛法使用的比较勉强 对 而且呢 天长青也是非常开始注意对方的这种 进攻的方式 摔法进攻是他在这个当中最有优势的一个技术 但是现在天长青 在第二回合也是主动的需求一些变化 去做一些 这种在比赛当中啊 改变局势的这样的一些 再来